而且是從中國現在 北京下令拚命拚復工 這可能使得疫情的控管 再度面對一個惡度惡化 跟惡度爆發的失控狀態 對沒錯剛才創下講到就是說 中國大陸的確最近非常糟糕 尤其是這個CPI的數字 也就是通貨膨脹率1月是5.4嘛 那其中呢 這個食物類的這個上漲是20% 但是呢 中國大陸不用擔心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有一個 最大的地方可以調節 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 他已經開放對美國所有情類 你現在能夠進多少就全部進多少 他已經開始在這樣做 所以你下一波 就是買美國的情類 買好買滿買到飽 對有多少就來多少 甚至你有可能會看到說 他開始去買美國的豬肉牛肉 有多少就來多少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也終於認輸了 他願意對美國放出這個友善的手 我現在需要很多大量的農產品 所以你趕快來吧 那我覺得其實 現在中國大陸面臨到一個 非常尷尬的局面 就是黨中央要求你復工 但是呢地方各大這個公司 各大的這些地方大員都不準 所以他們現在就說一個非常有趣 停工呢是20 那開工呢是病死 那看你要選哪一個 那對他們來說是相當尷尬 那因為我們就目前我們台灣最關心 當然是鴻海嘛 鴻海到目前為止 就我所知他現在復工率大概25% 他要完全拉到這個百分之百 大概是四月中以後的事 所以還蠻早的 那因為為什麼會變成是很尷尬的局面呢 因為中央要求你復工 但是地方呢現在很多地方 像剛才創下講到湖北24小時 這個全封閉市的管理 上海現在是你只要進上海市 就要接受14天的隔離 現在呢在這個北京市呢 你都不能外省的任何人呢 現在都幾乎不能夠進入北京 所以北京市只能夠出不能夠進 而且你一旦進入北京 也是要接受14天的隔離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人員的流動變成是一個 受到很多阻礙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的公路單位呢 上次宣布了一個武禁 什麼叫武禁呢 就禁止你各個鄉鎮市呢 在這個路口設置路障 那禁止呢你去把那個道路挖斷 然後甚至禁止說 你在這個道路路口去設所謂的 檢疫區啦 還有排X區 禁止這樣 目的是為什麼 目的是希望你地方政府能夠放行 讓大家更多人去上工 但是問題是 現在上工的局面呢 是非常糟糕的 尤其大家都說會二度感染嘛 像現在已經出現非常多 剛才創下講到了 那個是重慶的一個叫樊鋼 他們是中國大非常知名的 這個特殊鋼材的公司 因為他們希望說 這個是特殊鋼材 趕快讓他上工 所以重慶市政府是很快就批准 他也很快就上工 上工完沒多久之後 就被他發現說 其中有一個工人呢 他疑似已經感染了這樣 結果有131個人 跟他深度接觸 所以這130億人都要被感染 那這個樊鋼就索性說 那我就把這個樊鋼 關起來算了 就不要做了 甚至在北京 北京也是有非常多的例子是這樣 有一個例子是 他跟他的朋友 他們開工之後呢 去吃飯 吃飯之後呢 他們去這個 因為吃完飯的時候 要去整理嘛 那整理 因為他們其實都已經實施叫做 他們吃飯的時候都坐了很遠 譬如一張桌子 只有一個人坐在這個地方 但沒想到那個漏洞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吃完飯之後呢 要去把這個回收的時候 他們兩個講了一兩句話 結果兩個都沒有戴口罩 兩個都同時中了 所以現在北京的那個單位 現在也被隔離 那重慶啊 剛才講到重慶 廣州 蘇州 很多地方開工的時候 反而是造成了疫情更加惡化 所以現在呢 到底要不要復工 還是怎麼樣現在變成是一個非常兩難的這個局面 對他們來講 幾乎是不太可能會重施的一個狀況 那好 因為沒辦法復工的時候 現在有一些蝴蝶效應就出現 現在呢 我們大家講 大家現在都在搶口罩對不對 在搶衛生紙對不對 現在很多美國的這個群眾民眾 準備要去搶什麼 要去搶藥 對 美國很多維生素 或是說很多這個重要的藥物 它其實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現在呢 它原料要做不出來 原料做不出來的話 就沒辦法到這個印度去加工 所以變成是鍛鍊 所以才會有那個說 全球出現歷史性的供應鏈 這個歷史性的供應鏈鍛鍊是很多都會鍛鍊 而且是很多東西 包含比方說玩具精品 山西產品啊 或者是汽車的零組件啊 或者是剛剛講到的平價的原料 每天在吃這個三高慢性疾病藥的人 那你鍛鍊你就可能會斷命哦 尤其是現在美國很多人揣在蛋 尤其它有可能會在大概2月中 甚至底的時候 可能就會出現整個美國的藥 很多藥品會出現鍛鍊的這個狀況 那我才說這個是一個所謂的蝴蝶效應 大家認為說 哎 中國大陸好像影響很大 不會影響到台灣 其實會 它會影響到不只台灣 東南亞甚至全世界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你看IMF的這個艾瓦就是說呢 今年的這個經濟成長率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的關係 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甚至連美國聯準會主席都說 哎 如果因為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不排除今年會有降息 原本大家認為是降一次 現在不排除有降兩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武漢肺炎 因為中共當然沒辦法復工 對全球的經濟 其實就有相當大的傷害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囉